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9號,星期六! Happy weekend everybody! 這個視頻叻,就是做給Mr. Lee的 Mr. Lee,Mr. Lee,你好! 好,就是你昨天有問我,就是誒,那個佛台啊,就是那個ALTAR 英文叫ALTAR,不是ALTAR 那個ALTAR就是那個佛台啊,要怎樣放才對啊 你叫我講多一次,我就用你的要求,我就講多一次啦 所以,佛台方面啊,應該是有兩種吧? 兩種吧? 第一種呢,就是那種好像樓梯這樣的 一層一層一層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樓梯層的話啦,最高的就是佛 最高的一定是佛的,就是 Sikamoni啊,Pakio啊,Sangkazai啊,阿拉罕啊 都是要放這些的,這些精神 那麼精神下來呢,就是要放什麼? 就是放隆坡的精神 就是隆坡 和尚,隆坡也好啊,隆坡這個什麼 隆坡坡也好啊,隆坡Tot也好啊 都可以的,都可以放在佛的下面的 下一層的 然後在下一層呢,就放什麼? 就放所有神咯 好像,勒西啊,好像帕桑啊 好像說這個,那個叫什麼啊 Pikkanet啊,Hanuman啊 都可以放在和尚的下面 有人會問了,為什麼啊,和尚哦 不要講說有圓區和沒有圓區啦 在一層呢,或者是有經圓區啦 為什麼哦,他們是人咧 那為什麼他們會比神還高呢? 要放高一點呢? 這是因為之前啊,師父有教過我們 他說,因為啊,和尚是 是佛陀的土地 所以他們的放的地位啊 他們的地位是比那個神還高一點的 所以你看啊,每次啊 師父們啊,他們有得到的 真正就是有修到的啦 有料的啦 他們念經哦 他們叫那個神來啦 神是不可以不來的 所以你明白了沒有 好像普普通通啊,沒有收見 沒有什麼啊,他說他念經叫神來啦 你看啊,來不來得到啦 是一個問號 明白嗎?是一個問號 來不來得到是一個問號 但是真正有修禁 有修道 有修法的和尚 他們啊,念經啊 叫那個神來啊 就算他們不懂得念經啊 他們只是說,哎,叫 好像叫那個 叫的都來了 你明明白叫什麼嗎? so that is why 龍泊就是會搞 要安的話就搞過那個神咯 好像招財女神也是在龍泊的下面咯 so如果說你問我啊 如果說我沒有好像沒有佈達啊 沒有什麼的話咧,要怎樣安咧? 一樣咯,如果你是只有龍泊還有神 你就放龍泊在最高咯 如果你沒有按佈達的話咯 要神就在下面咯 各種各樣的噴盆也好啊 噴拍用也好也就在下面咯 so 如果你說,如果連 龍泊都沒有佈達也沒有只有神 然後哪一個是線上,哪一個是下面咯 這個咧,是up to你自己咯 明白嗎? 就是看你自己,你自己的心 你要放哪一個在上面,你覺得啊,放這個順眼 why not?放啊?沒有錯的嗎? 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局限 明白嗎? 一樣的,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局限 不用說,一定是勒息在上面先 比給他在下面行,不需要的 明白嗎?因為都是神 OK? 然後第二就是說,另一種alta咯 就是說它是平的 它是沒有樓梯站的 那一種咯,也是沒有難的 你佈達全部放在平,可以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佈達的座位,你要修掛橋高一點 你只需要把那個佈達的座位,就是 弄高一點啊,比其他的神高一點 基本上就OK了,明白嗎?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地方放那個樓梯 樓梯看嘛 所以,平的佛台呢,佛你就放多一個 那個拜神店有賣的那個木的試試方法 不然的話就自己DIY咯 講DIY啊,很簡單啊! 你拿一本通信啊,那種厚厚的書啊 厚厚的書,料又不是太佔地方的吼 你自己DIY啦! 你拿一個厚厚的書 你如果覺得說不好看,你拿那個顏色紙 你包一層黃色 美美了嗎?對不對?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我們供奉佛,東西不說 不是說一定全部要,買最好的買最好的 有時候啊,自己創意一點 DIY一點啊,沒有錯的 然後自己先DIY,弄一個普普通通的 然後用心去供奉,用心去拜 拜好了過後,等以後拿到了 競技可以允許了 不是有看到,不是買一個木的 比較好看的,就慢慢慢慢慢慢 establish咯,明白嗎? 嗯,不需要說 哇,一個補叉買,供奉回來 誒,不要先拿一個明美的神台先 不需要的,明白嗎?不用做到自己太壓力 要第二就是說好像什麼,除以十五啊,要拜啊 也不用太過局限自己的 供奉什麼一定要好 不一定的 看自己的心 像佛這樣啊,你什麼都沒有給 你一杯水 搞定 沒有香,因為家裡面 有些是租的 有些不是自己的 就算自己的好啊,你點香一定啊 天花板會黑的嘛 所以 不要點香 不要點哦 沒有錯的 明白嗎? 可以的,不要怕 不要去 亂亂停 哦,一定要點香啊 沒有點香,沒有保佑你 沒有 不會 放心 好嗎?看我影片的,相信我 這個就是你問我的問題啊 所以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讓你滿意咯 明白嗎? 所以它的排列方式就是佛祖 隆坡 所有的隆坡和尚 下來就是神 如果是 ZIG ZAK的話 如果說是平的話 拿東西JAK高那個佛 然後把那個隆坡如果太低的話 JAK高一點 隆坡 然後下面就是神 那如果神的向太高遮住的話 把它調去 左邊一點 CORNER一點 還是右邊一點 自己會發揮你的想像力 最終要放了過後 看了 顺眼 心 靈近 OK That's good 明白嗎? 還有咧就是說 對,你叫我問說要放什麼方向 根據我跟師傅啊 有去看風水啊 看這麼多House Placing啊 師傅每次講啦 如果說你們的佛台啊 佛的臉啊 最重要是不要向廁所咯 這個是最重要咯 向廁所 就是這裏斬板的幫曬的地方 無差 那個佛陀的你看這裏 那個幫曬的地方就是不好啦 然後第二,最好啦 聽好是最好啦 最好就是向東 為什麼要向東好呢? 就是左曬向東啊 就是佛的臉向東 因為為什麼呢? 東啊 太陽從東邊起來嘛 所以太陽從東邊起來啊 你做什麼東西都會上嘛 所以最不好就是西咯 因為西邊就是太陽下的地方咯 好,如果說你這樣 沒有真正東,怎麼辦? 東南咯 東北咯 明白嗎? 瞭解嗎? 如果 不是向東 也不是向西 是向南 南OK嗎? 因為你沒有辦法咯 你的屋子這樣死死 就是不能去喬它咯 所以向南 向南咯 然後看可以東嗎? 我就說是東南嗎 如果不能的話就是 向南咯 你沒有辦法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不了 所以最好不要向西咯 如果真正是西到完的話 就盡量把那個布叉橋 就是那個地方是平的嘛 但是你把布叉橋的時候啊 你橋歪一點咯 不要真正咯 給它歪一點咯 給它西南也好 西北也好 散一點咯 明白嗎? 如果再再再不能的話 就沒有辦法了 你聯絡我咯 我就可能去詢問師傅的意見了 好啊 就是這樣咯 Mr Lee好 現在希望我的這個Live可以解決你的疑問 所以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請按LIKE 訂閱和分享 然後 也歡迎大家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加我微信 在YES520 YES520 交流佛牌 或者是你有什麼疑問也可以 在留言或者是加我微信 問啦 好嗎? 謝謝大家 拜拜